香港占中行动 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 要在昨天晚上12点之前下台 否则就要围堵政府机关 梁振英昨天晚上11点半 举行记者会表示 他不会辞职 因为他要做好普选的工作 未来将会跟 抗议民众来对话 而学联则是发表声明表示 欢迎政府跟学生对话 但是他们批评 梁振英造成政治困局 必须问责下台 2号晚上11点半 香港特首梁振英 带领香港政务司长林振月娥 在礼宾府举行记者会 媒体关注了 他是否会依照学生的最后通牒 请辞下台 不过梁振英说他不会辞职 他要做好普选工作 我是不会辞职的 因为我要继续做好普选这个工作 500万资格宣民 在选举的人能够去投票站 一人一票选出 我们下一任和政策公司 一个重要的工作 梁振英表示会请林振月娥在内的政改三人小组和抗议民众对话 并且只要民众不要冲击目前政府单位外 警方的防线 警方会容忍 只要大家不冲击政府的警方的防线 警方是会继续以最大的容忍度拥有 不过抗议民众还是对于梁振英的发言不满 认为他还是在说谎要踏下来 他说太多的谎话了 所以我们不会相信 我们要真的确实的说是逃选是真的 他的一人一票 就是他们选一些人出来 然后我们一人一票 我们要争取的就是我们公民提名 甚至数十位示威者想占领香港特首办公室前的道路融合道 不过被其他抗议人士劝阻下回到人行道 学联则发表声明表示 欢迎政府和学生对话 但是造成香港政治困局的梁振英 他们坚持他必须问责下台 并且中国人大常委会要撤回 对香港政改的相关决定 达到政府选的目标 梁振英选在群众要求他自行下台的最后期间 之前来举行记者会 不过他很强硬的表示他不会下台 会来办理好这普选 但另一方面还试装出善意 他表示只要现在的群众不要去冲撞警方的一个防线 他不会有任何趋劣动作 另外一方面也将请这个政改三连小组来做一个沟通 不过这样的善意是否就能改变目前的僵局 还有待观察 以上是记者张志宗 蒋农翔 张梓佳 在香港的采访报道 强灌企业引爆搜水油风暴 董事长叶文翔遭到了收押 公司账户被冻结 股东眼见难以继续经营下去 因此决定今天要解雇所有103名员工 但是强灌是在9月25号提出解雇计划书 并没有在法定的60天前预告 遭到劳工局罚款10万元 而另外 屏东地检署昨天是提训了郭烈成跟叶文翔 郭烈成他已经坦诚收购动物石油来使用 但是叶文翔是仍旧否认之情 训后将两人还押 强灌爆发搜水油风波 动作遭收押 公司账户被冻结 即使是26年老品牌 无法再获得消费者信赖 经营陷入困境 9月25号 强灌就以违反学安法 无法继续营业为由 向劳工局提出 10月3号起将解雇全部103名员工 形同宣告结束营业 为法提前预告 劳工局开罚10万元 据了解 遭解雇员工大多是40岁以上 年资最长16年 强灌除了提前发出9月份薪水 并加发两个月工资 月更无法经营下去 工资充底为资减费 另外需要署检验报告出如后 屏東地检署1号提讯 强灌董事长叶文祥和郭立成 郭立成坦诚收购动物石油 郭贤以坦诚 将精卫公司之动物饲料用油 以及养猪户之收水鱼油 混冲进入油品 再卖给强灌公司 因此这部分 仓委最嫌重大 是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只是亦文祥依旧否认知情 并将国内购有厌恶 推给副总戴起川 炫后还押 不过检方对于验出国内 无规范的各习等成分 只能引用国外做法和数据佐证 恐怕难以就此论罪 同步从竞销货价格 掌握更多犯罪事实 确认犯行 记者李时兰陈晓坤 高雄屏洞报道 为了避免车辆爆胎造成车祸 交通部规定 从下个月开始 新型式的小客车跟小货车 都必须要强制安装 胎压侦测器 而到了后年的7月 将会扩及所有新出厂的小型车 这些也都要安装 而至于现有的 已经领牌的车辆 则是没有强制安装 高速公路上 小货车开到一半 轮子扁了 然后突然爆胎 这辆车180度回转 翻覆 这种可怕的车祸画面 常在国道出现 为了避免爆胎酿成的意外 以后新车要强制装 胎压侦测器 EC里面 它的规定里面 针对小型车部分的话 是已经有规范说 它必须装胎压侦测的辅助系统 下个月开始 强制安装对象 是新型式的小客车及小货车 105年7月起 会扩及所有新出厂的 小客车及小货车 目前除了部分高价进口车 已经有配备 以后等于是所有的新车都得安装 业者预估很可能会反映在车架上 车子的东西可能会越卖越贵 那其实也有阳春版本的 那部分可以可能也许会变选配 至于现有已经领牌的车辆 则没有强制规定 必须加装胎压侦测器 花3000元到8000元 加装的必要性就见仁见智了 我觉得好像不需要吧 我个人会看那个 那个轮胎有没有气 大概看一看 就是看车主自己的保养状况 至于最常因为爆胎在国道上发生意外的大型车 交通部表示国外也没有特别规定 因此并不会强制加装胎压侦测器 但对于大型车使用再生胎以及胎纹的监测 都有法规另外规定 记者林正午郭俊玲台北报道 来台湾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报告 今年1到6月全球50大观光国的旅客成长率 台湾是排行在第一 而观光局分析 来台旅客成长最多的是韩国 而其次是中国大陆 下午好天气 台北市永康街人潮滚滚 拍小吃的等芒果冰的 还有拿着相机到处拍照的 全都是观光客 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口音 吃的玩的都吸引人 这几年来台观光的人越来越多了 而今年台湾旅客成长更登上全球之冠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报告 一到6月台湾旅客成长26.7% 超过日本 墨西哥 韩国 排行世界第一 而分析来台的旅客来源 韩国的成长高达79.8% 其次是中国 马来西亚及纽澳 欧洲 增加很多这个酝酿 运送旅客到台湾来 当然这个就是要搭配 相关的一些行销跟推广的策略 要奏效 展望下半年观光局表示 大部分来台旅游市场还是维持跟上半年一样的成长趋势 但七八月因为马航意外 东南亚 尤其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游客 来台人数成长趋缓了 如果能再加强宣导吸引这两个地方的旅客 全年成长率有机会再登上全球之冠 记者林正午郭俊玲台北报道